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丽颖剧透幸福到万家 婚姻只是女人成长经历的一部分 自从幸福到万家开播 赵丽颖和她饰演的和幸福救助在了微博热搜上 评论大军中一片咬牙切齿追剧的面孔 上头效应有些特别 赵丽颖演过不少大女主戏 但幸福到万家是第一次让从农村走出的她回归农村 学历不高却韧尽十足地和幸福让观众看到了赵丽颖的背面 播出至今 幸福和庆来的感情走向牵动着观众的心 近日 赵丽颖接受新黄河记者采访 在回答会不会复合时 赵丽颖剧透说 幸福所代表的只是女人当中的一种 她处理婚姻的方式也是普通人处理问题的其中一种 不一定非北市极端 她不光是要为了自己的家庭 也活出了自己的人生格局 我是真的佩服何幸福 很佩服 真的很佩服 赵丽颖在采访中由衷的为何幸福点赞 何幸福是一个农村姑娘 作为家中大姐 她小小年纪就步入社会 扛起了养家重任 这样一个出身一般的女孩 本应该像她身边其他人一样群规蹈矩 墨守成规 嫁人生子 相夫叫子 可适合幸福要走的路 偏不是这条 从嫁入万家庄的那天起 她就活成了大家心中的异类 妹妹因农村陋习闹婚受害 亲妈想的是稀释宁人 只有她一个人选择死磕到底 先打了万家庄少东嫁 万家传的后脑勺 又三番五次的为妹妹讨说法 就算公婆拿出离婚威胁她 她也没退后半步 谈到剧本哪些地方吸引自己 赵丽颖先是从整体上评价 整个故事都很有现实意义 希望大家能通过这部剧 了解到新农村的新风貌 变化 又对何幸福做了一番剖析 人物最打动她的是真诚 勇敢 人物性格足够鲜明 有自己的成长线 是很立体的一个女性形象 她对自己的态度和对于 从小家到大家的看法 都是一点点的改变 无数网友为何幸福感到憋屈 替她愤怒和不甘 赵丽颖认为这也恰恰说明了 剧情和人物的真实可感和可共情性 比较接地气 也比较现实 至于幸福和自己有哪些相似之处 人送外号赵小刀的赵丽颖毫不避讳地说 我们都比较直接 有自己的想法会直接表达出来 有人会觉得有一些执拗 但其实进入到幸福的世界里再去看这些事情 会明白幸福为什么这么执着 也会更多地去欣赏这样的人 在赵丽颖看来 幸福并不是异类 相反生活中更需要有幸福 这种敢于去表达也敢于去承担 有一点较真儿的人 她不仅要照顾自己的家庭 还要活出自己的人生 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更要兼顾孩子未来的教育和生活 让一切都朝好的方向发展 这些都是赵丽颖眼中和幸福身上的闪光点 幸福不是爽文女主 和幸福进城前 把为家人付出当作自己生活全部意义 嫁入的万家庄又是典型的男权社会 她对嫁出去的姑娘当以婆嫁为重的传统观念习以为常 没时间精力也没一时为自己着想 可和幸福又是幸福的 她凭借个人的努力让环境一点点的发生着变化 幸福真像我年轻时的样子 咱家终于来了个厉害不让人欺负的人 先是婆婆在幸福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后来庆来 村委书记乃至整个万家庄 也都在她的能量下发生着改变 和幸福像是一面明镜 照出不同的现实 际遇 环境 它存在的价值 犹如一时激起千层浪 引爆各类矛盾冲突 她串联呈现的群像特质 与故事越多 在进程后迈向自我梦想追求的成长主题 就越饱满闪亮 经历过和幸福的成长 体会过她的人生 赵丽颖想对幸福说一句加油 加油虽然简单 但最后落到自己身上 只想说加油 赵丽颖还希望角色能给观众带去正能量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会被幸福的这种生命力所感染到 该吃吃 该喝喝 该咋过咋过 咱不惹事 也不怕是老实人不能让你们欺负使劲活 好好活 和幸福产出了很多金句 既接地气又满满正能量 赵丽颖认为最受用的有两句 一句是使劲活 好好活 还有一句是人不应该只是活着 还要能活得明白活出自我 这两句话 我可以送给正在奋斗路上的每一个人 大家都是平凡生活当中努力追求生活的人 和幸福最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带领全村人都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幸福到万家的结局 应该是典型的大女主戏结尾 但在赵丽颖看来 过程并不是面面俱到 她眼中的幸福不是爽文女主 我们也可以接受不同女人 不同人生的发展方向 不局限于说我们之认为她爽 一定要最后如何逆袭 跟庆来复不复合不是很重要 观众追剧追得憋屈 赵丽颖也一样 当被问到出戏秘诀 她坦诚说跳脱角色确实需要一个时间 笑着说最解气的肯定还是打庆来 长嘴这一下 以她对幸福的理解 幸福虽然心胸很开阔 也不计较 但还是有情绪的 不光是我们戏里戏外 可能还有观众 都需要有一个发泄的渠道 有情绪就要发出来 到后面才会能够接受人物的蜕变 但话说回自己 赵丽颖笑着说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真的气死了 我不行 我不是像幸福那样 什么能够接受的性格 没有幸福勇敢 赵丽颖不忘提醒大家 不要对大结局抱以太高期望 蜕变不是那种特别夸张的 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一个思想认知上的变化 好的作品离不开优秀的拍摄团队 在赵丽颖看来 整个剧组营造出了认真 专业 积极讨论 精益求精的氛围 拍摄期间学到了很多东西 她提到饰演书记的刘薇老师 两人恰好还是同一天的生日 刘薇看上去很严肃 其实是一个很乐于交流的演员 两人之间有不少吵架的戏份 刘薇老师还多次和赵丽颖讨论 如何让这些戏更生动 这部戏拍完之后 他们又合作了两部戏 更显轻松和默契 带动了我们对表演的热情 幸福到万家还是导演 郑晓龙和赵丽颖时隔多年后的又一次合作 说起导演 赵丽颖表示上次合作时自己年龄还小 而这一次自己在人生阅历方面 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在剧组里 导演会非常耐心地跟演员去讲戏的价值观 让演员有更多认知 更多地去了解剧中角色 细节上要求比较高 很尊重演员的想法 同时也让我们有发挥的空间 赵丽颖想起刚开机时拍的去幼儿园 做保洁阿姨的戏份 何幸福受了委屈 然后见到了熟人关涛 跑到一边去哭 导演提出来这时要望着天哭 这个想法让我对何幸福的理解更加深了一步 理解了她这种性格的姑娘该如何表达情绪 我觉得受益颇多 幸福到万家正在东方卫视热播 最后和幸福的结局会是怎样 赵丽颖很肯定地说 跟庆来复不复和不是很重要 我们的关注点可以放在追寻自己人生价值上面 在一个女人的成长经历当中 婚姻只是她的一部分吗 不能作为全部 我们的幸福还是会坚韧不拔 积极向上地去生长 去寻找自己的价值 不管是为自己的家 还是为乡村 都带来非常大的变化 她还说 幸福区别于很多女性形象 拥有的是比较大的格局和比较深远的眼界 这也是女性角色的一个新类型 这也是女性角色的一部分